加州州务卿办公室6月23日表示 过去几周,在联署要求罢免州长纽森的170万加州选民中 仅有43人撤回签名 但剩余的签名数量仍然超过罢免选举要求的门槛 罢免案可依序进行 现在起,财政厅必须在30天内计算出罢免选举可能需要的成本 财政厅被要求提出两个数字 一是罢免选举作为特别选举需要的成本 二是罢免选举作为下次定期选举一部分需要的成本 成本报告必须在8月5日前提交给州长、副州长、州务卿和联合立法预算委员会主席 届时,立法委员会将有30天时间进行审查和提出意见 财政厅之前已对罢免选举提出了一份成本预算报告 估出的成本为2亿1500万美元 疑惑立法会同意 加州州务卿韦伯23日对罢免请愿签名的认证 代表这个加州史上第二次州长罢免选举已经成立 制作为优务卿的新闻 席名簽伯2 旦红团 词中文字幕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